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过新年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 就是买福袋 那么日本有很多福袋 像优衣库啊 还有各种化妆品店 还有超市等等都有卖福袋 然后我基本是从来不会买福袋的 但是今天为了大家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专门买了一个福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在日本的福袋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狠人话不多 直接上福袋 这么大一个福袋 1000日元 猜我是在哪买的 711 711卖的这个福袋是1000日元 然后里边有1600日元价值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不能看的 里边的内容是看不到的 那有一些服装啊 或者是名牌品店的福袋呢 它会写清楚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是衣服的那个size 这个711里边就是完全看不到的 只能靠运气 就像赌博一样 OK 现在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下班的路上买的 非常的重 为什么这么重呢 因为在里面放了这么大 一瓶果汁 是橙子汁 又来一个液体 花王的手指消毒液 这个现在正好需要 然后有一包这样的点心 这是米果吧 大米做的脆脆的 这一包是甜甜圈 巧克力饼干 一包薯片 一个荞麦面 一个酱油拉面 OK 全部清空 12345678 总共8件商品 然后价值是1600日元 我买的时候是1000日元 然后我去的那个店铺 总共有50个这样的福袋 卖完即止 说一下我对福袋的总体感想吧 就是单纯说价格的话 是肯定要比你出的这个价格 要优惠很多 但是如果你买衣服啊 或者是买那些名牌包包 或者是化妆品的福袋的话 里边如果有完全不需要的东西 对你来说价值就是零 我是从来不买福袋的 今天买也只是主要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我买的是711加的福袋 都是一些吃的 因为我对吃的没有什么挑剔 能吃都可以 711福袋开箱视频结束 明年再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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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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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